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 总共有几个 总共就是说可以进来台湾的总共有几个 那个总共有52场 总数52场 对 但是进来的有35场 有35场 对 然后你说合格的52场 对 进来的有35场 对 总共就看了9场 对 那你们打算怎样 市场分4年看完 不是 因为这个还是要看它的一个比例了 我们希望说能够占到大多数的比例 因为这是进来的比较多的 所以这一次的9场一共加起来大概是63.3% 就是进口的63.3% 当然因为美国实在幅员太大 这样看 这我们都了解 所以我们希望说看得越多越好 但是这一次而已 可是你们这个考察团从一刚开始过去 就人家就传说啊 你行程根本就没有排好 去那边驻美代表处才临时帮你们联络美国农业部 然后才帮忙联 才帮忙这个安排查场 所以说这个是临时的 这是你们年度的预计的还是怎样 你可以告诉我们怎么会发生这样子的事情 一刚开始过去到美国 公信力就让人家备受质疑了 结果查场的结果 9家都没问题 除了一家 有什么这个扁条线 它牛舌的扁条线所谓刮除不干净 然后这个美方也很配合的 就说那一场那不要进来 好 那我问你 扫掉那一场进口台湾 占进口台湾的这个百分比 从多少 从63降到多少 那一场占大概10% 那一场占10% 所以它停掉要 如果要就不可以再进来 我要给您报告一下 您刚才讲的对 是我们出去的时候 行程并没有完全确定 因为我们提出我们的需求 人就上路 这是属于年度的例行 还是临时查场 我们在7月 每年都有出去啊 对 我们7月才是年度的例行 所以变成我们时间 提前了 提前了 因为他们发生 因为发生他们发生管疗病啊 对对对 忽然出来的 出来以后 那做一个查场的 总是有一些安排 或者是需要做一些 时间上的一些调整 所以我们把我们的需求提出来 提出来以后 然后他们那边做安排 因为它实在是很大 要怎么样能够最顺 这是分两个强法啦 第一个 你总共有35场 比较长进来 有进来台湾的啦 你看了9场就有一场有问题 其他的20 这个 25场 26 28场 会怎么办 这第一个 这第一个可能被质疑的 第二个被质疑的 你们匆匆忙忙 这几天 就能看完9场 你们看的是人家要给你们看的东西 还是你们有做比较仔细的 详尽的查查 这个查啊 你说看9场也可能是走马看花 看花 吃个牛肉大餐就走人啊 有可能是真的从头到尾 或者说你看他屠宰过程 你就跟国军的演 就跟军队的演习一样 你事情 或者说厂商的查查 环保局要查这个污水排放 事严通知他来 他就处理啦 处理他 处理合格的给你看啊 这第二个可能的质疑啦 第三个可能的质疑 就说美方根本就把你当做 当做就 就有点不屑一顾 你来了 临时没有排行程 等着美方看 他们准备好了 弄弄 再叫你去 这东西 我觉得哦 回来有没有视群疑 我觉得其实 依照许多的社会大众 依照这个学者的看法 是有问题的呢 你们觉得这次如果 从一个比较正面的态度 来看待你们的这个部分 你们回来有什么要改革的 改良的地方 改善的地方 下一次 我首先跟黄远报告一下 这次 你也了解美国 这次能在这么短的时间 跑了这么多地方 看到我们 我们要求的 我们去看了 而且我们的团员 依照自己的专业 跟自己的良心 碰到问题 这个看得出来 因为我是 不是这行的 能够马上看出来 马上指责 提出来 其实是一件好事 不只是我们自己 能够知道他们的作业 有缺失还要再检讨 其他的国家 包括其他进口国家 同样的 可以得到 我们这次的 我告诉你 发现的问题啊 能够减少他们的 疑惑 好啦 那你说 觉得有什么改善的 可以改善的 那将来第一个 我们可能还要增加 我们查查的场数 对不对 增加场数 增加场数 那另外 我是觉得 因为我在这个方面 并不是 那我请问你 本年度以内 到年底之前 还有没有可能再去 呃 这第一个问题 可不可能还再去 跟黄委员报告一下 因为这一次 他们回来了以后 会把整个的报告 在我们在上询中间 再请所有专家来讨论 对 讨论以后 看看我们哪些地方 如果有需求的话 如果需要 对 排位再去 不排除再去 如果对 这些 这些都是在讨论的范围之内 我们就说 不排除 在做第二 第二梯 第二梯 或第二波的查查 这如果说 我们在学者们 这些不排除任何的事情 学者们 这专家们 检讨了以后 要做的就要去做 如果不排除任何事情 第二个 可不可能 因为你去 也要美方答应啊 美方说 不用了 不用了 你今天不用来了 你平衡摸 就等会了 对不对 确定那边一样 人家说 不用了 我们觉得已经不用了 你还是得 你要不让你看 你还是得回来啊 鼻子摸到鼻子回来 第二个 有没有可能跟 譬如说 其他的国家 日韩 或其他国家 有进口美国牛肉的国家 他们去的时候 会跟我们分摊 就是譬如说 你看ABCDE 要看这个EF 这个 其他厂 当然有重叠的地方 有没有可能做这样的程度的合作 跟其他国家 因为有看比 没看好 对 看了以后 你到底是走马看花 逛街市的 还是深入查查 这也不知道 但是 至少 如果说 他们 其他的国家 如果不排除 也去查查的话 我们可能 可能跟他们做这样 横向的联系 你刚刚讲说 资讯共享 有没有可能 您这个想法 确实是不错 其实我们可以去了解 韩国跟日本 他们查的哪些厂 那我们的要求 可以有些方面 对 对对对 对不对 没有错 我们可以要求 我们看的是他们以外的 当然 或许说 非常大的厂 我们觉得 必须要去 对啊 那个还是要去 那也不排除 对对对 不排除重复了 您这个建议 但是有没有可能 这个互相分享 这个资讯 应该啦 应该做 应该做这个资讯的分享 您的建议非常好 我觉得其实这部分 因为我们都是小国 韩国跟日本跟台湾 都是在美国牛肉政策下 被载制的小国 所以说美国要怎么样 要你看这个 要你做怎么样的查查 坦白讲 有时候某种程度 由不得我们 但是你在由得我们的范围内 能够在资讯 能够求得最大的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频率 我觉得其实 某种程度 做这样程度横向的 的联系 然后参考他国 参考日本 你要怎么查的 韩国你要怎么查的 这是可以考量的 好不好 对您这很好 你不要专家 拉拉那边 人家说 那个叫你吃茶 行程没排 其实我觉得 这一次他们可以参考一下 我们的 我们看的时候 蛮不错的 他们也参考我们的 我们也参考他的 不要去那边吃牛肉面就好了 好谢谢 第一个问题 最后一个问题 请问 您是 你以前是在鱼业属 鱼业的 对 我请问 现在这个毒鱼的 用毒药 毒药物来毒鱼的 情形有多严重 因为前一段时间 在东市 因为这个 现在 东市也不是唯一的 还有其他的 因为现在 环保意识 大家越来越长 大家都会反对 不愿意看到 这种状况发生 所以就会有人举报 那这一次 有这么大的状况发生 我们也觉得 应该要特别留意 这种 你难道 鱼业属都没有掌握 就是说 这个状况 这个线 我不是说你掌握个案 要求你们掌握个案 你们也没有这个公权力 这个现象有多严重 比率有多少 你们有掌握吗 这个我要问一下 鱼业属 你以前也是你的夜馆 对 现在也是你督导范围 是 对 你难道 现在不知道 现在 渔民 或是说不孝 不一定是渔民 不孝业者 开始用这种毒鱼 在台湾 每年查获了多少 估计还有多少黑素 这种情形 要怎么样做消费者的教育 你要有整套的做法 好 这个好 我把资料查一下 跟做法 我另外再来 你要查一下 给我们书面的东西 OK 好 确定哦 谢谢 谢谢 谢谢